各位變態大家好 我是魔王變態 當年因為卡普空推出快打旋風會獲得成功 讓許多公司開始製作格鬥遊戲 而就在快打旋風會推出半年之後 SNK終於也為了自己的格鬥傳說 斜開了序幕 這就是本次魔王介紹的遊戲 惡狼傳說 我們廢話不多說直接開打 我們看到這個遊戲系統當年很簡單 只有拳打腳踢還有摔三個扭而已 那魔王這一次會直接選擇安迪 因為魔王玩安迪還是玩比較久 比較熟悉 那我們就開始第一場戰鬥直接對決Michael Max 好啦我們遇上的第一個對手就是Michael Max 遊戲裡面設定他是一位職業拳擊手 然後擁有能夠打出龍捲風的龍捲上勾拳 因為厭倦了職業拳擊的相關規則 於是放棄了自己職業拳手的身份 離開了拳擊場 憑藉著訓練有數的重量級拳擊技術 參加了本次的King of Fighters的格鬥大賽 那本款遊戲在玩的時候 他的打擊的手感非常像是快打旋風一帶 特別是他在必殺技的判斷 跟破壞力的那個概念上 跟初代的快打旋風是非常相似的 所以你遊戲裡面只要被他的絕技 連續擊中個兩三次 然後你就超多要打起來 好那我們現在很順利的 將你的第一個對手可以擊倒啦 準備到下一關去 值得一提的就是呢 本款遊戲各關在破關的時候呢 都會有那個過關的台詞 我們來看一下 Andy打贏了就說 日本古法的滋味怎麼樣啊 我們的壞蛋GIS就說 哇出現了一個使用有趣技術的人啊 那我們就到下一關準備對決Duckin 鴨子王啦 二郎傳說的故事劇情說到 南方鎮的地下統治者 GIS Hauer主辦了最強的格鬥大會 King of Fighters Terry Borger跟Andy Borger 兩位兄弟的養父 在十年前就是被GIS Hauer所殺 那兩個人後來累積了嚴厲的格鬥修行 為了報仇回到南方鎮 這個時候他們的好朋友東藏 Joey Hagashi 就跟他們說 這一次的舞蹈大會的主辦人就是GIS Hauer 這就是一個接近他的好機會 於是他們就決定一起參加這一次的舞蹈大會 那麼這就是二郎傳說的故事劇情啦 好你們可以看到我們第二個面對的敵人 就是這個龐克頭的少年GIS Hauer 那就是Duckin 鴨子王 遊戲裡面設定他曾經在街頭跟Terry Borger打架 但是被Terry給打敗了 於是他就努力的鍛鍊自己的武藝 加上了自己的跳舞技術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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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那我們就到了一個加分的關卡 就會看到 我們就可以跟那個 就是貝利姬 互相比腕力 這邊也是用連打的方式 很快就能夠過關 值得一提的是 遊戲每過個一兩關 就會有這個教你必殺技的畫面 就可以知道 每個角色不同的必殺技 要怎麼使用 接下來我們要再打 他們的師父唐葫蘆 惡狼傳說是SNK在1991年11月20日發行的 2D格鬥遊戲 日文標題是惡狼傳說宿命之鬥 歐美的標題是 Fattle Fury The King of Fighters 本作的監製是從COPKONG跳槽到SNK的西山龍寺 設計跟企劃為松本玉石 兩個人當年都是擔任初代快打旋風的開發工作 本作作為NEOG有第一部格鬥遊戲 由於當年參加快打旋風初代的工作人員 參與了大量本作的製作 也讓本作很多地方 其實比COPKONG推出的快打旋風2 更接近快打旋風初代的風格 而本作的角色配音是由開發人員兼任的 但當時的社長對於他的表現感覺到非常不滿 所以後續從惡狼傳說2開始就只派了專業的演員跟聲優來配音 值得一提的是 本作是NEOG有第一款相對比較成熟的格鬥遊戲 但在這部作品之前已經有一款由SNK製作的格鬥遊戲 街頭爭霸 Street Smart 該遊戲的背景音樂後來也被惡狼傳說所採用 而街頭爭霸的許多idea跟創作的靈感來源 也認為是惡狼傳說遊戲的故事起源 好來我們打贏唐葫蘆之後就可以看到 他就說這個狀況不錯啊 然後GIS就說把這個傢伙所有的資料都給我收集過來 於是我們就要朝下一關前進啦 我們遇到的是Richard Meyer 好來值得一提的就是 剛剛我們打贏的那個光頭猛男就是那個唐葫蘆呢 他遊戲裡面設定就是Andy還有Terry兩個兄弟的養父齁 Jeff Borger的師父 同時也是最後一關 GIS Howard的師父齁 遊戲的故事中設定說那個唐葫蘆把他的繼承者的位置 交給了Jeff Borger之後 他就退隱江湖啦 沒想到過沒多久呢 GIS Howard就把Jeff給暗殺成功啦 於是他就決定要來參加這一次的 武術格鬥大會要跟自己的徒弟做對啦 沒有想到被那個Jeff的兒子給打敗啦 那我們現在對決上的這個就是Richard Meyer 這個角色呢 他是南方鎮的咖啡店的老闆 也是卡波拉的武術家 為了推廣卡波拉到世界上 於是參加了這一次的大會 那這個角色在打的時候要注意 因為他的腿很長 盡量可以遠距離用飛翔拳攻擊 不然你會一直被他踢掉 好啦 那我們一直使用遠距離攻擊 很簡單也把這個角色給打敗啦 那我們就到下一關去啦 好啦 我們在過關後面就看到Andy嗆聲 現在他說讓你嘗嘗日粉無法的滋味 去時又說Andy Berger 我不知道這個人還有兩個兒子啊 於是我們就到加分舞台去啦 然後這邊一樣是一個是一個 晚力測試機齁 值得一說的是二郎傳說齁 這個遊戲齁 你就用正常的連打方式 要壓贏這個晚力機齁 其實難度是相當高 你要打很快齁 不然的話一般人其實到第二關這邊就過不去啦 好啦 我們就看到他這邊在教你另外一個必殺技之後 我們移動要打下一個敵人啦 好啦 我們現在遇上的這個對手呢 他的名字叫做華仔 他是前任的泰拳冠軍 更有泰拳英雄的稱號 但因為被主角之一的東葬擊敗 並剝奪了泰拳冠軍的頭銜之後 為了奪回冠軍的位置 就苦練成了需要藉由酒精才能發出的必殺技 狂龍踢 也因為如此他最後變成了一個酗酒狂人 而永久被驅逐出泰拳界 他們的大頭目機師 卻看上他的兇猛技術 也來讓他來參加這一次的格鬥大會 值得一提的是這個角色非常的具有特色 你在攻擊他幾次之後呢 你看他就會喝酒 全身變紅之後就可以出他的必殺技 狂龍踢啦 你看這狂龍踢的速度非常快 所以如果我們看到他 全身變紅色之後 就要小心他的狂龍踢的攻擊 好啦 那我們在小心應戰之下 也順利的將他打倒啦 那我們就要到下一關去啦 我們在過關畫面就看到 Andy說跟你的戰鬥差點就輸掉 我學到了不少呢 記者就說下一個戰鬥的是誰 他說是雷電絕對不能輸 是 於是我們下一個敵人就是摔角手雷電啦 好來雷電這個角色看他的體型就是到 他是一個巨大的摔角手 這個角色當年在階級屏出現的時候 要打他的方式就是有很多人不知道怎麼打 但其實在打他的方式是很簡單的啦 只要他噴毒物之後 然後馬上載引拳衝過去攻擊他 這也就可以了 遊戲裡面設定呢 這個雷電是一個過去是非常受到歡迎的 正統摔角手也是正派的角色 但有一次被他一起工作的朋友背叛之後 讓他內心受到了很深的傷害 對正義跟友誼喪失了信心 於是他就對機師的信念 也就是強者才是正義的這一個部分 產生了崇拜 自願成為他的部下 於是他從此搖身一變 就變成一個令人髮指的反派摔角手 值得一提的是雷電這個角色 在後來的二郎傳說續作裡面還有出場 他的名字就變成了大熊啦 BIG BELL 好啦我們看我們在攻擊他的方式就是 趁他噴出毒物的空檔 連續攻擊 那這樣子也就能夠很順利的打贏他啦 如果這個角色 你說用正式的方式跟他正面對決是很容易輸掉的 因為他的破壞力跟攻擊力相當的大 好啦那我們就到下一關去啦 在過關後面就看到 Andy說我的狀況很好呢 就看到機師就說 可惡不許有人阻礙我的計畫 我也想十年前讓他們跟他的老伯一樣 從地獄掉落下去啊 好啦那我們就到下一關 也就是加分舞台齁 一樣就是要用連打的方式齁 比贏晚利齁 來做很用力很快的打呢 這裡應該可以順利的過關齁 好啦我們就獲勝之後勒 就到下一關去啦 能不能看到這一邊 一樣會教你最後的必殺技 我們看Andy最後的必殺技就是飛翔拳啦 那我們就到這裡要挑戰棍王比利 好來各位變態 我們現在要打的就是棍王比利齁 這邊魔王示範一下齁 要打他很簡單 就是看到每次接棍的時候一直用摔的方式 那這一關也就能過啦 你就看到他每一次在接棍的時候 就靠近他用摔的方式 這個方式在打棍王比利會是比較方便齁 因為如果你要用正面的方式 就是跟他正面對打對決的話齁 你很容易就是會踹起來 因為這個遊戲裡面的攻擊設定跟判斷齁 有點吊詭齁 在玩的時候其實他的打擊感是沒有很好的啦 那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如果我們要正面跟他對打的時候 很容易你的招式都會被吃掉齁 可以看王現在先用跳打的方式 你看他攻擊範圍很長 又繞到你背後踹你一腳齁 所以這個方式就是 如果你要跟他正面對打是很麻煩的 所以最好還是呢 不斷的擋齁 等到他拿棍子的時候齁 再連續用摔頭的方式 打這個比利就能夠順利過關啦 好啦那我們也很順利打贏這個棍王比利啦 接下來我們就要挑戰最後的頭目 基斯啦 好啦我們打贏棍王比利之後 基本上就獲得了這一次武術大會的冠軍啦 那上面就看到Andy左右兩邊抱著泳裝的咪阿說 哇終於獲得了優勝冠軍啦 戰鬥終於結束啦 結果畫面一轉就發現 Andy被抓走了 他說這個屁孩 基斯大人要叫你過去 他說什麼 那就看到基斯穿著和氣道的武道服說 啊基斯沒有能夠阻止我的野心 可惡我要抱父親的仇 他就說你這個屁孩就讓我們一對一來單挑吧 於是我們就要開始正面對決基斯啦 基斯這個角色在跟他對戰的時候呢 因為他的裂鋒拳的破壞力還有判斷很大 還有就是他的當身拳也是 所有的攻擊都能夠被阻擋下來 所以就是相當的難打啦齁 但是我們要對應的方式其實很簡單 就是呢想辦法把他擊倒之後 在起身的瞬間齁 用載影拳靠近他齁 連續攻擊這樣就能夠過啦 所以我們只要用這個方式連續打就可以了 他們有看到他的背景畫面非常的屌 降山士冥王啊 還有就是四大天王齁 你看我們的載影拳被他的當身拳打到齁 就直接會連續被摔 所以這個角色設定相當強 所以我們在打的方式就是載影拳打中之後 一起升的瞬間齁 趕快連續的攻擊 這樣很順利的 我們也就打倒了最後的頭目機師啦 我們接下來就可以看一下通關破壞畫面啦 我們看一下通關破壞畫面 我們就一腳把最後的大頭目機師踹下了高樓大廈之後 就出現一行字 說機師從高樓摔下之後 三個小時後送到醫院不治身亡 於是新的傳說就展開了序章 這就是二郎傳說的通關破壞畫面啊 值得一提的是 但是在二郎傳說上市後不繳 這Game Master雜誌上 就出現了一個憤怒的讀者投稿說 為什麼二郎傳說跟快打旋風 有這麼多令人震驚的相似之處 到底有什麼問題呢 但其實本作是由快打旋風初代的 製作人西山龍志所開發的 所以有一些人搞不清楚狀況 很早的時候就說 二郎傳說抄襲了快打旋風 但是造成了一些誤會 不過當時的製作人西山龍志所 如果他當年繼續留在卡普空 開發快打旋風2的話 那這快打旋風最後也只會成為一款 類似於二郎傳說的遊戲 當年的卡普空跟SMK之間的恩恩怨怨呢 就是非常值得一提的一個部分 那當年其實說實話就是 兩間公司的老闆互看不爽 但據說當年兩間公司也是卡普空的開發小組 跟SMK的開發小組 私底下其實是常常聯絡的 而且會交換彼此對於遊戲開發的靈感 所以老闆們的戰爭是沒有燒到了這些資源的身上 所以也許我們在後面的後座可以看到 兩個公司後面還聯手一起開發了一些遊戲 而且在彼此在格鬥遊戲的製作上面 我相信他們也是互相欣賞彼此的才華 也參考了雙方的一些就是 就是在格鬥遊戲上面的idea 這個東西對於整個遊戲市場來說 我覺得是一個良性的競爭狀態 當然很可惜的是 SMK後面就是他也倒電了 然後他在轉賣之後呢 就整個狀況也變得不是很好 好了我們在最後遊戲這邊可以看到 他就給各個角色齁 就是介紹 然後還有就是他們的大頭照 值得一提的是呢 如果你跟魔王一樣齁 每一關都沒有輸呢 然後就不敗 然後通關破台的話 最後可以看到一個機師的那個 特殊的畫面齁 那概念就是這樣啦 隨便可以看到齁 這邊就是我們第一個挑戰的 MicroMax 還有就是唐葫蘆 這裡面有很多角色 其實後面的續作都還有陸續出現啦 還有這個華仔 感覺很像那個 香港四大天王的華仔 發音很像 還有就是雷電 這個角色很受歡迎啦 後面還有出來 當然就是棍王比利啦 其中有一些角色 因為非常受到歡迎 在後面的那個Kindle Fighter的 那個遊戲裡面還是有出來 這個就是Giz Howard 好啦 那二郎傳說這款遊戲 就為大家介紹到這邊啦 那下次有機會的話 再幫大家介紹一些 有趣的格鬥遊戲 我是魔王 一個外表跟內心 一樣變態的中年阿伯 我們下次見 為各位 會不會十分別人 開外表是 讓任務 開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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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外表